当时我没有反过来 没有维修经验 就只是觉得这个收费不合理 然后当天结束之后 我又查了它那个材料 洗手间 注胶这种方式是怎么回事 后来看到这个 其实1818这边 有很多报道这个事情 蔡先生居住在广东 深圳市西湖淋雨小区 他说家里两个洗手间 都有不同程度的渗水 就上京东查了一下 那个上面写的什么 本地企业专业团队 就没有详细看那么多 然后就去咨询他们客服 他是这样说 你要让那个师傅来上门查看 然后具体收费的话 就是当场根据情况去收费 然后当天他师傅就过来 蔡先生说 2月16号一位李师傅上门 检查之后建议注胶补漏 他选择了美金180元 保修10年的胶水 整个这个全意识里 它就是影响你 我就始终认为这个洗手间 这几平方米打不了多少 那最后打了多少斤呢 最后打了67斤 几平方米的洗手间 两个洗手间 大概8斤 最后收了1万1千 网上没办法拍链接 它只有一个5年前的链接 你没办法拍 客服也是说 都是这种方式 蔡先生说 在京东店铺客服 和李师傅的要求下 他脱离了平台 通过微信 转了1万1千元 渗水维修费 它 我那个不明显 它只是墙壁的话 就是有点反弱 涂料有点掉 那种 然后也没有说明显 说有水不出来的那种 打完焦之后 外墙现在怎么样呢 这个墙的话还是 墙起来还是有点 有一点潮湖 这边做完之后 过了一个小时 他打电话 他说他质量没保证 我跟他说了 我现在给你退1千1 等一个月或者两个月 我再到你家去给你检测一下 我们确认一下 我做的有用还是没有用 我们有仪器 可以测试它漏不漏水 没问题 你再把钱来退给我们 没有发票 没有合同 然后我跟客服反应 他就让我找维修工 那我找维修工的时候 维修工都是 他说十年质保 那我说你这十年质保 没有合同 你怎么保证 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平台签约的师傅 我们不可能说搞个公司 但是我们这个售后 干什么的话 都是有保障的 这个回头是找谁 找谁做保障的 你这公司都没有的话 或者找你个人 你以后不做这个行动怎么办呢 十年了 你看嘛 这个话我们是也有给他这个400收电话 也有给他 还有一个呢 我们也不是说靠我嘴巴说说说 就保十年 我做的这个质量 他也能看得见 他后来也给了我一个应该是现做的一个合同 但是他那个合同就是一张纸嘛 说什么本地帮 本地帮防漏水 又没有公章 又没有公司名称之类的 就有一个本人的签名 我说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蔡先生是通过京东上的修家房屋 防水补漏 维修工作室网店客服联系上的李师傅 李师傅发来的工作证和合同书上 找不到网店的相关内容 这个防水补漏工作室 在京东网店的证照信息页面里 备注了个人从事零星小额交易活动 依法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字样 这让蔡先生对维修效果和后续质保 更加没了信心 注焦这个工艺啊 九几年就有了 它这个就运 在这个工程上这个运用非常广泛的 我现在我也承认这个行业也确实比较乱 也有很多人就是乱搞 你如果说有异议 你当时就提出来 我当时都说了 你要不先做一个卫生间 你看一下效果 你有用了 你再来做第二个 是不是 你也打下了 他的淫于瑞了 他当时他就说 包括说之前打电话 那我要修 我肯定两个就要一起修了 材料价格我可以付给你 那你实际的话 人工我也可以付给你 但你实际收费用 肯定是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部分你要退给我 李师傅表示 施工前 他已经向蔡先生明确了价格 并告知两个卫生间 预计需要注入40斤浇水 实际超出的浇水用量 用在了蔡先生坚持要维修的 第二个洗手间 面对现在的纠纷 李师傅表示 他可以按照40斤浇水用量 来算钱 收取7200元费用 他退还部分维修费后 将不再承诺质保 对此蔡先生不能接受 记者把蔡先生的情况 反映给了京东公关部门 工作人员表示 平台方面一再提示消费者 不要脱离平台交易 对于目前的纠纷 他们会联系网店沟通 并核实调查蔡先生反映的问题 后来蔡先生反馈 维修工李师傅已经联系她 陆续退还了6100元维修费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另外1年2月5月3号 1年3月4日 kob寻